有传媒就说 日本有计划借助美国的力量 在俄罗斯深陷俄乌冲突泥潭的情况之下 积极准备和俄罗斯开战 用武力收回所谓的北方四岛 欢迎来到张铭观察 我是张铭 这个消息其实流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日本官方当然不会去说这种话了 但是这种事情说起来也并非是公卷来风 因为你看现在在日本的国内 确实有一批相当极端的群体 他是在这么说 特别是他们所谓 特别强调日本民族主义那些右翼 这种事提的也不少了 在一些媒体或者是视频的政论节目之中 屡屡我们可以听到这种的说法 那么持有这种观点的人 听起来好像他这个理由也非常的充分 你看俄罗斯现在被拖进了战争的泥潭 俄罗斯根本没有能力东西两线作战 那么美国现在需要日本在亚洲盯紧中国 并且阻断中国统一台湾 那么日本这个时候就是美国要用得上的得力的打手 所以就应该借助美国的威力和美国谈条件 一是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二就是要收回这个所谓的北方四岛 而以日本的国力 只要美国进一步放开日本的军事能力 日本再来一次日俄战争夺回北方四岛 那也是办得到的事情 这是囊中取物啊 咱们先不说这个事情在军事上的可能性 就说这事在当今的中美俄这种大国博弈的棋盘上 这根本就不可能的 日本是把自己有的时候想的是太高了 美国确实是需要给日本松松绑 释放日本的军事能力 你别听什么这里面还有多大多大的难处 日本一天到晚强调我们国内还有什么政治法律门槛 比如说还有那个和平宪法什么的 只要美国需要 这都不是什么实质性的障碍 这个意志不由的你日本自己来说 你也别把这个日本的和平宪法搞得多么的神圣啊 这宪法说透了之后 不就是当年美国需要给你日本定的安在你身上的吗 美国呢要武装日本啊 针对的当首先是中国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啊 将来说未来有那么一天 我们一定要展开一场统一之战的时候 日本是必然会介入了 但是美国啊 他要的你是对抗去针对中国 可没让你去招惹俄罗斯 日本敢动手的话 那就会搞垮美国集中力量 遏制对抗中国的战略布局 就从这一点上来说啊 美国那边都会把你日本的这个念头给你压下去 日本所说的这个北方四岛 俄罗斯叫做南千岛群岛啊 之所以现在他归属俄罗斯 这个是二战之后 这战胜国划分利益分配的一个结果 是当年美苏在亚洲妥协平衡的一个结果 那最后作为一个战败国的日本啊 你居然现在膨胀到想推翻这个 这一些东西啊 这就等于你再去掀美国的老底 你想想他可能做得到吗 日本国内现在出现了这种声音 而且这种声音呢是越来越强 那足以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之音 基因它正在复发 那目前这种声音当然并非是主流的 但是呢 它是非常迎合了很多日本人内心 他不敢说出来的那句话 那么以后这种声音会不会进一步的发酵 甚至影响到日本的政治决策呢 这还真不好说 毕竟在日本的近代史上 赌国运的事儿 他没少干